在最新出炉的全球智能城市调查中,新加坡排名上升两位至第五,并继续是亚洲首位。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B星期四、4月11日公布的智能城市指数Smart City Index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在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医疗、终身学习、网速和网购等方面表现出色,在全球142个城市中位居第五。 这项调查将智能城市定义为能在政策和日常生活中有效采用科技的城市,不仅为居民带来许多益处,还减少城市化带来的弊端。 调查针对健康与安全、流动性、活动、就业与教育机会,以及治理五大方面,向全球142个城市的大约2万人,收集他们对所在城市的基础建设和科技应用的看法,并根据综合数据进行排名。 瑞士的苏黎市、挪威首都奥斯路和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分别排在前三名。 在亚洲城市中,新加坡的排名最高,从去年的第七升至第五,继续排在亚洲首位。 其他排名前20的亚洲城市,意思为北京13、台北16、首尔17、上海19和香港20。 国人对环境卫生和医疗服务表示满意,对住房租金及交通较不满意,在满分100分中,参与调查的新加坡人对新加坡的环境卫生84.8分和医疗服务81.5分都相当满意。 此外,网络的速度和稳定性也获得较高评分82.7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广泛使用互联网,例如购票82分。 参与调查者普遍认为,在新加坡的教育学府可以获得良好的科技技能培训80.7分。 国人也对新加坡的公共安全80.4分有较高评价,特别是认为闭路电视让居民感到更安全80.8分。 满意度较低的方面则包括,相对不容易找到租金相当于或低于月薪三分之一的住房45分。 在交通方面,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新加坡交通拥挤50分,而共享脚踏车缓解交通拥挤的效果也很有限56.7分。 另外,新加坡人最关注的五大课题是确保住房价格负担得起,工作的意义,失业率,医疗服务和环保回收。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智能城市观察站总裁布鲁诺·朗万Bruno Levin说, 城市面临多种不确定因素和挑战,健康问题依然十分严峻,气候相关问题也愈发严重,再加上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信任和良好的治理变得尤为重要,人工智能在城市设计和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关注新加坡之音。